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如果是贪于成本的话 你要严格的去分析 这个债券是属于哪一种形式 究竟是分期复息到期还本 还是到期一次性还本复息 考试的时候出现它的概率会更大 分期复息的啊 所以刚才那个公式又帮助大家说了一遍 提示 确认利息收益的时候 我们是不考虑公允价值的相关变动的 核算相关利息的科目 叫投资收益 核算利息用到的科目是投资收益 那用账面价值去确认公允价值变动 我们本期应当确认的公允价值变动金额 在前面也反复给大家提到了 应该是考虑本年公允价值变动前的 这个账面价值 和期末的公允价值去做差 这个差额就是本年应该确认的公允价值变动金额 那账面价值在计算的时候 就需要把它所有的明细科目考虑进去 这里面是包含公允价值变动的相关信息的 公允价值变动 那公允价值变动呢 要单独核算 进入到其他综合收益里 其他综合收益 第三 在确认信用减值的时候 我说了这笔份录 你想理解原理 我前面给大家说过了 如果你不想理解原理 请把结论记住 请把结论记住 叫借信用减值损失 代其他综合收益 之所以放到其他综合收益里 就是为了不干扰你去 对贪余成本相关信息 做出判断 不影响它的账面价值 第四 处置 处置这个公式已经出现过好多次了 对吧 前面讲基础资产的时候就提到过 应该是用处置收到的价款 减处置时的账面价值 再加上其他转入 我们本题当中用到的转入 叫其他综合收益 其他综合收益 那处置编制的分录 不显明信 你看多清爽 对吧 像海边一样 借银行存款 带其他债权投资 差额寄到投资收益里 这个投资收益可借可贷 要看一看是借方差还是贷方差 看你是卖赔了还是卖赚了 但千万千万不要忘了 把持有期间产生的其他综合收益 转到投资收益里 转到投资收益里 所以其他债权投资我们就愉快的结束了 虽然可能在算的时候 有一点点的痛苦 但是当你知道他怎么考的时候 你就会很开心 为啥 你们去做作业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你要去思考一下 他背后他考察的一个方向 是什么样的 就比如说 算到这个探余成本 特别是实际利率的时候 最开始我跟你说 我说实际利率 咱们会计科目不需要自己去算 你可能会觉得 老师你在跟他骗人吧 你就对吧 然后你会发现在做题的时候 包括你们后面会陆陆续续 收到五三 包括这个其他的几年的真题 你们肯定都会做的 没有让你去求实际利率的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 我再告诉大家 一个考试的时候 他的考试的背景和方向 就像这种其他债权投资 包括债权投资 他一般来讲 都会在提干当中 告诉你一个信息 是啥呢 就是他的实际利率 和票面利率是相等的 你不信你就回去看一看我上次给你们留的那个大题 就是主观题那个作业和这次给你们留的主观题的作业 一旦票面利率和实际利率相等的话 它实际上又会出现一个信息 是啥信息呢 就是我在购买这个债券的时候 是平价购买的 就是你票面上是多少钱 我就花多少钱去买 所以进而能够推出来 你购入的价款 应该是等于它的面值的 那如果不考虑相关交易费用的话 你会发现在真正做题的时候 你确认的实际利息收益 也就是那个投资收益的金额 和你确认的应收利息的金额 它俩是相等的 所以它后续的贪欲成本就不会发生变动了 就和你最开始确认的那个金额是一样的 这就是考试考你 我们现在一定要注意 它的趋势是重分析轻计算 要让你知道它背后的这些逻辑这些道理 不考你那些计算 计算机比你快不 好吧 好 接着我们来看第三个 接下来你们就会很开心了 甚至会起飞 但是搂着点啊 在自己脚上坠块砖 别跑丢了 来看263页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核算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咋来的来着 它不是通过合同现金流量测试来的 也不是去考虑企业管理它的业务模式来的 而是要看一看企业是否对非交易性的权益工具投资 行使了指定权 如果对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行使了指定权 那么此时核算的科目就应该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那它不要特殊 它咋特殊 它的身世就不要特殊 因为它不是正常途径来的 而是企业钻了空子 对吧 行使了指定权 那么你想想一旦准则给了你开了这么一个口 现在给你开口后面一定会给你收进去 因为我们说了如果他后面不给你收紧 不给你严加去限制的话 你可能就会通过行使指定权 进而去调整利润 所以怎么办呢 你会发现对于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它在进行会计核算的时候呢 除了你所获得的正常鼓励收益之外 无论是它的供应价值变动呀 还是后面的处置差额 都是不能够影响损益的 所以对于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你可以把它打入到18层地域了 这辈子它没有翻身之地了 没有翻身的余地了 能懂吧 这个背后的逻辑还要给大家说清楚 那来看一下它的初始计量 还是解决它的成本入账的问题 以供应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权益工具投资 我们应当单独去设置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这个科目 来进行核算 这投资俩字呀 亲爱的同学们 你一定要写上好不好 咱就算简写 把前面那个六个字可以简写 但投资一定要加上 为啥 前面给大家去梳理会计科目的时候 特别提到过它 因为有一个科目叫做 其他权益工具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所需要设置的二级明细科目 就俩 一个叫成本 一个叫做 公允价值变动 它可没有啥 应激利息这些东西 也没有利息调整 因为它本身是个啥 是个股 股哪有利息 看见没 好 会计合算 第一个企业取得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我们应当按照公允价值计量 第三次出现了 对吧 债权投资 其他债益投资 包括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在初始计量的时候 都是以公允价值计量的 取得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所发生的交易费用 我们是需要把它 进入到初始确认金额里的 是不是和前面都一样 前面的基础资产 包括前面你学到的两个金融资产 它都是一样的 然后接着 企业取得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支付的价款中 包含 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 我们应单独确认为应收项目 叫应收股利 它呢 不构成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 初始确认金额 我告诉你啊 就这一条 它虽然反复出现 等到后面学到长期股权投资的时候 它还会再出现 但是考试的时候 基本上是没有它的 没有它的 就是我买了就买了 但是2019年那道题 它在处置的时候是有的 所以坑别掉进去啊 它有可能是在 购买的时候是寒息的 也有可能是在处置的时候寒息 不知道我在说啥的 那就证明你作业没做 好吧 来看 这是关于 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 现金股利的会计处理 那编制会计分路 它就很简单了 借记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成本 成本当中包含两部分价值 一个是供应价值 一个呢 是交易费用 代方代计银行充款 如果含有已宣告 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 要单独核算为应收股利 应收股利 接着来看后续计量 这里面呢 给大家标注黄颜色的地方有点多 所以希望各位同学能够拿起你手中的荧光笔 跟我一起来圈圈画画 来看后续计量 指定为以供应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 这一长串说的是谁呀 就是 其他 权益 工具 投资 这个科目 这个科目 他供应价值的后续变动 要进入到其他综合收益 这俩在认识吧 叫不需要记题 减值准备 为啥 这就和我前面给大家说的那个原理 就能够通了 啥呀 我是不是在这块给你写过 两排 这两排分别是啥 一般来说你以历史成本 或者是以贪余成本计量的 这些资产才需要考虑他相关的减值的影响 但如果我要是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 我是不考虑减值的 我把他所有的价值变动都通过公允价值变动去反映 但为啥其他债券投资他就 他就要去考虑减值 就是因为从 对报表使用者有利这么一个角度来看 你是需要给人家提供相关的贪余成本的信息的 要考虑他的本金和利息的变化 所以要考虑减值 但你这个减值呢 又不能去影响上面价值 但其他权因工具投资 他是不需要去具体减值准备的 不需要具体 到目前为止 你已经学到两个不需要具体减值的了 这是一个 还有前面学到投资性房地产 如果要是以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 我们也是不提减值的 马上就要看到第三个了 接着除了获得的股利 如果这个股利 不是明确代表投资成本部分收回的 啥叫代表投资成本部分收回 你也不用去想那么复杂 因为考试的时候 它一定都是正常的股利 而不是说通过给你发股利的形式 然后返还投资 返还出资 不是这种形式 正常的股利 我们是要把它进入到当期损益的 那其他的相关利得和损失 包括汇兑损益 会在22章当中给大家讲到 均应当进入到其他综合收益 且后续不得转入当期损益 所以前面就说了 把它打入到18层地狱了 你以后再想重建天日就很难了 几乎没可能 只有一种情况能够影响当期损益 就是派发的股利 而且必须得是正常的股利 那这是持有期间 等到金融资产终止确认的时候 之前进入到其他综合收益的 累计利得或损失 应当从其他综合收益中转出 进入留存收益 你会发现 他没跟你说处置差额 那我想问问大家 如果我有一天 我把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对外卖了 那也是我处置那一天的公允 或者处置那天收到的价款 和我处置当天的账面价值 产生这个差额 这个差额我要记哪呢 是记当期损益呢 还是记到其他综合收益呢 还是记到哪呢 记住啊 这里面 你处置的差额 应该是进入到留存收益里的 为啥不能影响当期损益 前面给大家说了 永世不得翻身 不能再重建天日了 你只有一种状态能够影响损益 他好排除 那他为啥不能记住到其他综合收益呢 我说了其他综合收益是属于个啥 虚账户 它的价值一直在波动呢 你现在都把它给卖了 价值已经真正实现了 那你还能影响一个虚账户吗 所以这里面 我们要把它记入到留存收益里 留存收益里 来看一下具体的会计分路 会计分路确认故隐价值变动的时候 和其他债权投资没啥不同 对吧 都是借或贷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贷借这个或借借 其他综合收益 也是双向可以变动 价值上升或价值下降都可以 需要说明的是呢 资产付贷表日 我们是不需要去考虑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简直的 我们仅通过公允价值 去反映他的价值信息就可以了 被投资单位宣告发放现金鼓励的时候 我们要借记应收鼓励 借记投资收益 那前面我们说了 这个鼓励必须得是正常的鼓励 而不是投资成本的收回 啥意思啊 就这个被投资方 不是说通过派发鼓励的形式 把你的出资返还给你 就是正常的发鼓励 你把钱投给我了 然后正常你想我的这种鼓励收益 我才能够把它进入到投资收益里 那什么情况下 才能够去确认鼓励收入呢 这三个 这三条简单了解就可以 首先第一个 你收取鼓励的权利已经确立了 第二个 相关的经济利益呢 很可能流入企业 第三个 金额能够可靠计量 这两句话好像好久都没有见过了 是不是 但是在前面讲存货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投进房地产的时候 它反复出现 这两条是啥 是资产的确认条件 对吧 必须要同时满足这两条 那对于应收鼓励在确认的时候 除了要满足这两条之外 还需要明确 你这个权利是已经确立的 也就是说被投资方 他的鼓励派发的相关方案 已经要通过股东会 或者股东大会的批准 你这个权利才能够确立 第三个是出售 企业将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终止确认时 我们应将其处置的价款 与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账面价值的差额 结论来了 要进入到其他 这个留存收益里 同时呢 之前进入到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 应当从其他综合收益中转出 转到留存收益里 所以呢 它是不会影响到损益的 好吧 会计分路 借银存 带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差额呢 要进入到盈余攻击和利润分配 一般来说 听好我的话啊 听好 一般来说呢 盈余攻击和利润分配 是1比9的比例 去净分摊 为啥是1比9 是因为我们企业 这个公司法 是要求按照净利润的10% 去提取盈余攻击 但是有些时候把考试题会给你挖坑的 特别是中级的考题 筑块的考题还挺好的 基本上都是按照正常的逻辑 就1比9的比例 你分摊就可以了 但是中级的某些题 它可能就告诉你 我企业无需计题盈余攻击了 那你处置的时候又产生差额了 咋办呀 那你就不能影响盈余攻击了 呗 那你影响哪 就把所有的都放到利润分配 这个科目里 听明白我说啥意思吗 是否要按照1比9的比例去分摊 一定要看提干 人家是否要求按照净利润的10% 提取盈余攻击 如果有这样的一句话 那你就1比9 如果没有 就把所有的差额都进入到利润分配里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 然后第二笔 千万千万要注意把小尾巴给它转出 这个小尾巴还叫做其他综合收益 借或贷 其他综合收益 贷或借 盈余攻击利润分配 盈余攻击和利润分配 要不要去分摊 也是具体题目 具体分析 OK吧 好 来吧 做题 这个题你们会很开心很开心的 只要考试啊 出现了股权性质的投资 让你们投大的 肯定不是金融资产的核算 而是后面的长期股权投资和企业合并 合并财务报表 所以现在你可以开心 但等到学长头的时候 你可能又该沮丧了 来吧 来看一下啊 13-25 他说呢 2016年5月6号 假公司支付价款 1016万元 一定要看好括号里的字 叫函 交易费用1万元 和已宣告发放现金股利15万元 那这括号里边的信息会让你想到啥呢 我这个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他的入账价值究竟是多少呢 是1016 1015 1001 多少 应该是1001 为啥 他这一大锅给了你1016 这1016当中其中包含了三部分的价值 分别是 该股权投资的当天的供应价值 还有呢 购买他支付的交易费用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已宣告 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 那我们说了 对于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他在初始确认的时候 我们只考虑供应价值和交易费用 对吧 只考虑他俩 所以呢我需要把已宣告 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 给他剔出去 单独核算 进入到应收股利 应收股利 购乳公司发行的股票 200万股 占乙公司有表决权股份的0.5% 假公司将其指定为 以公允价值计量 起其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 行使了指定权 并且是属于 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 所以在核算的时候 应该是用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这个科目 接着来看 2016年5月10号 假公司收到已公司发放的现金股利15万 收到股利了 那你应该咋去编呀 收股利不是确认股利收益 相当于你是真金白银把钱拿回来了 所以2016年5月10号 你应该是借银行存款15 代际应收股利15 这15万他实际上收的是啥呀 收的是当时你购买价款当中垫付的那笔钱 对吧 垫付的那个股利 而不是说你刚买完就给你发股利了 那你上天了呢 是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2016年6月30日 该股票市价是每股5.2元 那你现在到6月30号了 这相当于是一个资产付代表日 一般我们做题还是12月31号 这个题呢 他给了你6月30号的供应价值信息 你就要考虑他半年度的供应价值变动 这个时候就能够用到刚才那个同学说的 我可以用 现在 就这当期期末的供应 减去上期期末的供应 那我上期期末是啥呀 是购买日吗 所以我可以他俩去作差 那我产生的供应价值变动是多少呢 看好啊 期末他的供应价值应该是5.2 再乘以200万股 然后期初的购买价值呢 是1001 所以相当于是39万吧 39 到2016年12 2016年6月30日所产生的供应价值变动 应该是39万 咋编分落 正向的对吧 应该是借记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代借其他综合收益 39 接着再来 2016年12月31日 甲公司仍持有该股票 当日该股票市价是每股5元 那我想要去确认一下 2016年12月31号 他的供应价值变动 我应该用这5和谁去比 是和2016年5月6号 我购买日这一天去比呢 还是和2016年6月30号这一天去比 和哪天去比 一定是和2016年6月30号去比啊 为啥不能再去和5月6号去比了 因为他俩 5月6号到6月30号之间的价值变动 你已经反应过一次了 如果你再和购买日那天去比的话 你中间就5月6号到6月30号 这一段的变动信息 他相当于是重复反应了 很多初学者特别容易犯这个问题 所以一定是 这个资产贷表日 就是当下和上一个资产贷表日去比 那就应该是5 乘以200 再减去上一个资产贷表日 5.2乘以200 算完之后呢 是下降了40 那应该是借记其他总收益 代记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40 接着2017年5月9号 以公司宣告发放股利4000万元 这块也很容易掉坑 掉啥坑啊 想的可美了 哎呀我买这个股票 终于见到回头钱了 挺大呀 4000万 然后夸菜下了 借应收股利4000 代投资收益4000 能行吗 不行 为啥 为啥 按比例去确认 你花1000万块钱买的一个东西 往给你花4 这个给你发4000万的股利 想的太美了 一定要注意乘以持股比例 乘完持股比例得会算 4000 乘以0.5% 算完之后是20万 20万 好 接着 2017年5月13日 甲公司收盗一公司 发放了现金股利 收盗的时候呢 就是借银存 代应收股利 这没啥难的 2017年5月20日 甲公司由于某特殊原因 以每股4.9的价格 将股票全部转让 那转让 就是确认处置差额呗 这里边就不能说处置损益了 因为它对损益没有影响 那你去确认处置损益的话 你就得考虑两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用处置当天 收到的价款 4.9乘以200 和处置当天的账面价值去做差 那我想问问各位同学 处置当天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它的账面价值是多少 处置当天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它的账面价值是多少 是不是就是上一个资产 代表日 它的公允价值啊 也就是5乘以200 5乘以200 那咋能是1001呢 应该是1000啊 1000 所以你第一步应该是借记银行存款 4.9乘以200 也就是980 代呢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000 会出现一个借方的差 我说带你们看一下啊 后边 这借银行存款 980 代方代记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 你把它俩捏到一起 他这不就1000吗 刚才之所以有同学会误以为是1001 是因为你忽略了这个明细科目 你如果不写明细的话 前面不是说了吗 要是以公允价值计量的相关资产 它最后的账面价值 一定是和它的账 和它的公允价值相等的 所以应该是1000啊 借银行存款 代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000 然后中间的差额呢 要进入到盈余公积和利润分配 那么按照1比9的比例去分摊 盈余公积是2 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是18 是18 接着一定不要忘了小尾巴 小尾巴是要把其他纵合收益 给它转走 那其他纵合收益转多少 你看哈分路 看2016年6月30号 和2016年12月31号 刚才带着大家口述一下 我们直接看了啊 借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6月30号 是相当于公允价值上升了39 咋来的 是用5.2乘以200 再减去最开始购买的路上价值 1001 这相当于呢 是其他综合收益 有一个带方的余额 对吧 39万 然后等到2016年12月31号的时候 进一步去确认 这半年的公允价值变动 应该是用5乘以200 再减去5.2上一个资产贷表日 它的公允价值 乘以200 算完之后是负的40 所以是借其他综合收益40 带其他权益工具投资40 那你把这两笔分路给它捏到一起 你会发现 它对其他综合收益的影响 最后是在借房还是在贷房啊 应该是在借吧 是在借 那现在我把与它相关的资产给它处置掉了 我要把其他综合收益从哪边给它转走 从带方转走 对吧 所以后面处置的时候 紧跟着会有这样的一笔分路 代记其他综合收益 1万 然后借盈于公积利润分配 按照1比9的比例去进行分摊 这道题如果你不写明细的话 你会发现它也很通透 写明细就容易乱套 但为啥咱还得写明细呢 就是因为以后你们真的成了注册会计师 去审账的时候 有一些明细科目很有可能会成为 藏屋纳购的这么一个地方 你需要去关注的 但你考试的时候可以不用去写啊 不用去写 好了 接着 这一趴过得还比较愉快吧 没啥难度啊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它的难度不在这儿 它的难度在哪儿 是和后面的长期股权投资 和合并财务报表去结合 去结合 好了 接着我们来看第三个部分 第三个部分 是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这一个金融资产 应该是你们本节课最最最最最开心的地方了 为啥呢 就是因为它真的很简单 因为初级都敢考 而且初级特别爱考 所以咱注快呢 也没啥难度 但是啊 我需要给大家说一个 一个事 就是包括 你们把课后作业做完之后 你应该也会发现 很多情况下都在考你交易性金融资产的会计处理 很少会考你探余成本 就是债权投资 这是频率最低的 然后其次就是其他债权投资 频率最高的 如果单纯去说金融工具这张啊 频率最高的就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开心外 初级考 然后住快还考 可爱考了 然后呢 倒数第二的就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考察 往往会结合长期股权投资和和平财务报表 所以很开心 我说了 今天晚上你一定会过得很开心 来吧 我们来看啊 看看我们筑快特色的内容有啥 首先第一个 什么情况下我们才能够把相关的金融资产分类为损呢 一定强调的是根据它的分类标准 不属于贪 也不属于宗 就第一类和第二类都不是 然后第三类相当于是一个兜底的 是一个兜底的 那你现在能不能结合之前所学到的相关知识 学啥了 金融资产分类决策数 你去结合那些知识来想一想 我分类为损的这个金融资产 先从大类上来看 它是债啊 是股啊 还是衍生工具啊 还是说三者皆可呀 一定要注意 损这一类金融资产 它的包容性很强 啥都行 对吧 债也行 股也行 衍生工具也行 那么如果是债的话 得是满足什么样的条件 才能够把它分类为损 如果是股是啥样 以及衍生工具是啥样 这些你是需要去关注的 因为如果你类别分不清楚 那你后面科目必然会用错 那即使你分路写的再对 你这个题也没分 所以咱们筑块特色会考啥 先会给你一个案例背景 让你去分析 它是属于哪一类金融资产 那当时讲分类的时候我也说了 考试的时候如果真的想不起来 分析不出来 也要往损里放 因为它的敞口是最大的 然后用到的科目呢 就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好吧 来看一下 它的具体包含的内容 企业持有的普通股股票的合同现金流量 是收取被投资企业未来股力分配 以及其清算时获得的剩余收益的权利 股啊也是有合同现金流量的 强调的是股力分配和未来处置的时候 收回的那个剩余的收益 由于股力及获得剩余收益的权利 均不符合本金和利息的定义 因此企业持有的普通股股票 在一般情况下应当分类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这一般情况这四个字很关键 说的是啥 人家说了股权性质的投资 没一棒子打死你 说你必须是损 人家是在一般情况下 那有特殊啊啥时候特殊 刚讲完 你首先是一个股 是一个权益工具投资 然后其次呢 我对你行使了指定权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它就属于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核算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 哪些情况有可能会分类为损呢 之前也给大家总结过 说这个损呢 就是你在考试的时候想都不用想 看到这几种壳 这几种形式 就要想到它是损 那今天我们来具体看一看啊 结合咱们前面的分类决策数 来看一下这五种情况 首先第一个 衍生工具投资 你想都不用想 它必然是损 只不过啊 如果是一个期权的话 它要有单独的核算科目 叫衍生工具 衍生工具 但这个科目咱们注快考试 基本上不考 因为它不符合制造业企业 这样的一个背景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权益工具投资 但是企业没有行使指定权 对吧 我是以交易目的为 我是以交易为目的的 或者是虽然我非交易的 但我没有行使指定权 那此时 我应该把它分类为损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属于债务工具投资 但没有办法去通过 合同现金流量测试 比如说 那种啊 这个债券型的基金 它就不能够通过 合同现金流量测试 一般我们要把它分类为损 这是第三 第四个呢 也是 它自己本身是属于 债务工具投资 能够通过 合同现金流量测试 相当于第一步 它走过去了 但第二步呢 到企业管理 它的业务模式 卡住了 它不是 以收取 合同现金流量 或者是 以收取 合同现金流量 加出售 两者兼有的 这样的业务模式 业务模式是啥呢 是其他 是其他 这是第四种 第五种呢 是属于 债务工具投资 所以你会发现 分类 谁最难 债务工具投资 最难 而且呢 它也能够通过 合同现金流量测试 而且你企业 管理它的业务模式呢 也不是其他的业务模式 但是 我对其 行使了 公允价值选择权 把它做了指定 但我们说了啊 这种情况 在考试的时候 基本上也不涉及 因为一旦出现 公允价值选择权 这几个字 你就可以直接 把它分类为损了 它没啥技术难度 所以它不想考你 它不想考你 那你现在 站在第一轮 你也不用去纠结说 老师什么时候 会行使 公允价值选择权呀 这个说来啊 话就会比较长 它要有你 金融负债的背景 也要有金融资产的背景 所以我在这里 就不说了 好吧 接着我们来看 初始计量啊 初始计量 作业一定得做 就是特别是我给你们留的 这几个大题 必须得做 到时候我会通过讲解的形式 告诉你们 你们审题的时候 需要关注哪些信息 来吧 我们看 具体会计处理 初始计量 初始计量呢 还是要去解决它 入账的问题 它的成本的问题 但是你会发现啊 划分为第三类 损的这个金融资产 它在初始入账的时候 就出问题了 出问题在哪 它的相关交易费用 要单独去进行核算 不影响它的 初始入账金额 那为啥呢 为啥它就那么特殊呢 是否只有它特殊呢 其实不是 等到后面学到 长期股权投资的时候 你还会看到一个特殊的 我们先说它 你先去想 以供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 就是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它实际上从管理层 包括报表使用者来讲 它最为关心的 就是它的供允价值的信息 它恨不得啊 从你报表上 一眼我就能看出来 我这个股票涨了多少 我跌了多少 但如果你把相关交易费用 寄入到它的 初始入让成本里 你交易费用 它肯定会有一块价值吧 那就会导致你最后反映的 这个供允价值变动的信息呢 它的这个价值 它就不准确了 所以基于对投资者决策 有用的这样一条标准 我们对于交易性金融资产 也就是第三类损 它的核算 它的交易费用 需要单独去处理 把它进入到投资收益里 把它进入到投资收益 就是为了避免混淆 投资者对相关资产 供允价值信息的判断 因为对于股票 就拿股票来讲 那投资者就是看 我这个股票的价格 什么时候达到我心里预期 然后把它出售 对吧 好 那在进行会计核算的时候 设置这个科目 然后如果是直接指定的 我们也是在这个交易性金融资产 这个科目里去经核算 明细也是成本和公允价值变动 和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它俩是类似的 那在进行会计核算的时候 刚才也给大家说了 它只是按照公允价值 去进行初始计量 相关交易费用 它要单独核算 进入到投资收益科目里 导致你投资收益是减少的 进入到投资收益的借方 那如果你购买的价款当中 包含了已到复息期 但尚未领取的利息 或者是已宣告 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 我们也是要单独核算 进入到应收项目 是不是 已经出现好几次了吧 第四次了 但是这里面为啥既提到了利息 又提到了股利呢 为啥呢 就是因为前面咱们说了 对于交易性金融资产 它的核算范围来讲 既有可能是债 也有可能是股 那你债对应的就是利息 股呢 对应的就是股利 没啥难的 那交易费用包括啥呢 包括就是支付给代理机构 咨询公司 券商等的手续费和佣金 以及其他必要支出 不包括债券的溢价 折价融资费用 内部管理成本 以及其他与交易不直接相关的费用 企业为了发行金融工具 所发生的拆旅费 最后一条啊 你需要关注一下 发行金融工具 所发生的拆旅费 它不属于交易费用 那也就意味着 你是不能够 进入到相关资产成本的 它和前面所讲到的存货 实际上是一样的 本质都是相同的 你为了去采购存货 你采购人员 所发生的拆旅费 它也是不能够 进入到存货的成本里的 因为它并不是一个 必要的支出 有的时候你采购人员去去了 你可能这个合同 你也谈不下来 合同谈下来了 东西也不见得能买到手 听见吗 所以啊 一定要注意 拆旅费 它不属于交易费用 不能够进入到相关资产的成本里 那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入账成本 虽然这个公式写了这么一大堆 但是你就可以把它等同于啥呢 当天的公允价值 以公允价值作为它的初始入账金额 编制的会计分录 虽然这么一大堆 但是呢 你是可以有选择性的 选择性在哪 你可以把它俩先给它删掉 这样就清爽很多了 对吧 所以应该是借记交易性金融资产 杠成本 投资收益 代记银行存款 投资收益 主要核算的是发生的交易费用 那下面这俩是啥呢 要看一看 从最原始最本质的状态 你要去看一看这个交易性金融资产 它核算的究竟是债务工具投资呢 还是权益工具投资呢 这是第一个你要分析的事 第二个你需要去分析的事 要去看一看你所支付的价款当中 是否包含了已到负习期 但尚未领取的利息 或者是已宣告 但尚未发放了现金股利 所以这两个科目 它是有选择性的运用的 而且和前面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核算 它们都是一脉相承下来的 没啥难度 没啥难度 等到后续计量了 后续计量呢 它也是体现公允价值相关变动的这种信息 只不过对于交易性金融资产 也就是第三类金融资产来讲 它的公允价值变动 不影响其他综合收益了 要寄哪儿 寄到当期损益里 那当期损益这个科目叫啥呢 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这是这个 会计分录也是 它的变动也是双向的 所以你要看 是公允价值上升 还是公允价值下降 上升的话呢 就是借交易性金融资产 代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如果要是下降就反过来做 没啥难的啊 如果你前面都听懂了 这个分路 你现在闭着眼睛都能知道了 接着 持有期间 宣告分派现金股利 或者是利息 企业持有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 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期间 对于被投资单位 宣告发放的现金股利 或者是企业 在资产负债表日 以分期付息 到期一次还本的债券投资的票面利率 计算的利息 应当确认为应收项目 这一句话 如果是一个股权性质的投资 他其实很好理解 股权性质的投资 一定要看人家啥时候给你 你啥时候才能确认 但是债权性质的投资 他就不一样了 你可以一厢情愿的去确认 咋个意向情愿法呀 我只要到了资产负债表日 我就可以去确认 你那边占用的我资金 我这边所享受的资金收益 也就是利息收益 这体现的是什么原则呀 叫权责发生制 我不看钱收没收到 我关键要看 我是否享有了收取利息的权利或利益 所以我要去确认 这是第一条啊 要去确认 那第二条 你需要注意的 如果我是核算的一个交易性金融资产 并且它是属于一个债务工具投资的话 我在去计算利息的时候 代方代计的那个投资收益 用不用前面说的债权投资 或者是其他债权投资那样 那么复杂 我要什么面对面 时对时呀 不用 即使提干当中 给了你实际利率的相关信息 你也要知道这是个雷 你要想办法给他踢走 或者给他排掉 他没用 因为对于交易性金融资产来讲 我们再去确认他的实际利息收益的时候 我们看的是票面 票面 不考虑他的实际 不考虑实际 会计分录 宣告发放现金股利 或者是分期付息债券到期的时候 不应该是到期啊 应该是分期付息的债券 付息的时候 确认利息吧 这样写会好一点 到期的话就感觉他好像是卖了 确认利息 那此时我们应该编制的会计分录呢 是借记应收股利 或者是应收利息 代计投资收益 代计投资收益 需要说明的是 如果是债券投资 无需考虑按照实际利率计算投资收益 直接按照面值和票面利率的成绩就可以 又跟你说了一遍 可见中哥已经知道 你们在哪块会出现问题了 课间的时候 如果有同学对这块有问题 我可以给你解答 课上我就不说了 你先记住结论 应该是面对面 实际收盗的时候 我们应该是借银行存款 代计应收股利 或应收利息 等到出售的时候 这块也有坑 特别是你们可能有的同学 会在18年前后 你是学过会计的 别管你是在高校学过 还是说之前被考过初级啥的 那这块和你18年之前的政策 已经不一样了 但你说我是第一次学会计 那挺好 因为它对你不会构成任何的干扰 来看一下 如果是把已供应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对外出售的时候 你计算的相关处置差额 它这个公式和前面逻辑是一模一样的 也是用你处置的时候收到的价款 和处置当天该项资产的账面价值去做差 差呢 要确认为当期损益 这个损益类的科目要用投资收益 投资收益 编制的会计分路 借银存 带交易性金融资产 差额进入到投资收益 然后你跟我一起来翻一番书 翻一番书 看看你们267页 他这个分路下边还有东西吗 看好啊 把眼睛灯大 有东西吗 没有东西了 那就证明啥 此分路到此为止 那有同学可能就会产生疑惑 不对啊 你前面一再强调说有尾巴 投资进房地产的时候 你也讲过这个尾巴 那这块这个尾巴 你咋就不管它了呢 会啥不管了 一方面啊 就是这个确实有一丢丢的小bug 它和前面那个逻辑呢 有点不太相当 但另外一方面呢 它也能够解释得通 解释得通在哪 你想啊 你把假如说真的有截转 那我就是借记一个 供应店变动损益 带呢 投资收益 这俩科目 虽然一个是实 一个是虚 但它最终影响的都是营业利润 所以它对你报表使用者 去做投资决策的时候 不会产生误导 也没啥用 转来转去的也没啥用 那有同学就问了 那你为啥投资进房地产的时候 你就要转呢 正常啊 你应该转 但是呢 这块可能就是基于一些原因 这个原因不太方便说 所以呢 就没转 没转呢 我们就一脉相承 筑块教材从2019年开始 它就这么写 那你就这么去记 就行了 你现在一定要特殊去记 这里面虽然有小尾巴 但是这个小尾巴 我不转 你们已经知道了 有内幕哈 来吧 看一下13-26 13-26 教材立体 267 它说呢 2016年1月1号 假公司从二级市场 购入丙公司债券 支付价款合计是102万元 含已到复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利息2万元 令发生交易费用2万元 我给大家说一下啊 就是你看咱们现在的例题上 它可能都是以原为单位的 但是考试的时候 你在登录到你最最开始的那个答题界面 它应该会有一个提示信息 告诉你主观题的这个这个相关金额单位 都是以万元为单位的 所以到时候考试啊 虽然现在说有点早 但你现在就要有这种意识 别手欠加那四个零 因为加上之后可能会给你扣分 这就是审题不仔细啊 不仔细 来看好 我们把第一句话读完了 我们也知道案例背景呢 考察的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那你来回答我这个问题 我这个交易性金融资产 它的初始入账金额是多少呢 是多少 102 104 还是100 100吧 为啥是100 因为已到负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利息 要给它扒了出来 然后呢 交易费用要单独核算 所以最终的价值就变成100了 这个弯要转过来 然后该债券的面值呢 是100万元 一般来说啊 都是平价去购买的 剩余期限是两年 票面年利率是4% 每半年末支付一次利息 其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满足仅为 本仅为对本金 和以未偿付本金金额为基础的支付 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 读到这儿 千万别慌 有同学读到这儿 然后就不看了 好了 贪 能行吗 看到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然后就把它定义为贪 能行吗 不行 无论是分类为贪 还是分类为宗 包括你分类为损 再去判断债务工具投资 它的分类的时候 一定要两条路都得走 先要去看一下 它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是啥 另外呢 再去分析企业管理 它的业务模式 业务模式 企业将其 根据其管理该债券的业务模式 和该债券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将其分类为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 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这一篇告诉你了 它相关的分类 以及它初始入障 和它的利率 其他资料如下 第一 2016年1月5号 收到丙公司债券 2015年下半年的利息 2万元 那就相当于是 你购买价款当中 包含的那部分利息 我现在收回来了 那收回来咋编呀 那就应该是 借记银行存款 贷记应收利息 对吧 是把你购买价款当中 包含的那部分 给它收回来 第二 2016年6月30日 丙公司债券的公允价值 变成了115万元 不含利息 最开始的入账金额是多少 是100 然后呢 现在变成了115 所以此时 你是需要确认一个 公允价值变动的 金额是多少呢 是15万 那应该是 借记交易性金融资产 15 代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5 那现在我想问问各位 我在6月30号 只编制这样的一笔分录 行还是不行 行还是不行 16年6月30号 我就确认一个公允价值变动 因为你这个提案当中 就给了我公允价值变动啊 行不行 不行 很棒啊 你最好是你们现在回答了 然后以后你能够深刻的记住它 为啥 前面我们说了 债 你一定要基于权责发生制的原则 你别管人家给不给 到时候 你就得去确认你的利息收益 所以 在2016年6月30号 除了确认一个公允价值变动之后 还得去考虑一个 它的应收利息和投资收益的确认 哪怕是你一厢情愿 你也得干 因为这个分录最少值0.5分 你写上了就给分 看到是债 你这笔分录你先写上 别到时候就因为这0.5分你过不了 好吧 这是第三个 咋算呢 用1万乘以4%再除以2吗 OK吧 16年12月 16年6月30日 接着第三 2016年7月5号 收到秉公司债券2016年上半年的利息 钱都收到了 那你就应该是借银存 带应收利息呗 这笔分录也是白送分的 接着再来 第四 2016年12月31日 秉公司债券的公允价值是110万元 110 上一个资产代表日是多少 115 对吧 从115现在变成了110 相当于是公允价值下降了5 那你应该是编制反分录 借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5 代借交易性金融资产 5 完了吗 没完 又到一个资产负债表日了 半年吗 所以你还得考虑 从7月1号到12月31号 这半年 它的利息收益 借应收利息2 代呢 投资收益2 借应收利息 代投资收益 有的时候吧 它可能是按季度计息 有的时候是按年 有的时候是按半年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 接着再来 第五个 2017年1月5号 收到丙公司债券 2016年下半年的利息 刚才那2万收回来了 那就是借盈存2 代应收利息2 也不难吧 都能跟上啊 来接着 最后 最后 就啥呢 2017年6月20号 通过二级市场 出售丙公司债券 取得价款是118万元 这118万元当中呢 是含有一季度利息1万的 坏就坏在哪了呢 就坏在这了 你如果不写吧 我这份录 我编出来肯定也没错 但是你写完之后 我就懵了 为啥他要说这么一步呢 我告诉你啊 这个题在2019年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类似的影子 他就是处置的时候 然后含了利息 然后有同学就懵了 就不会了 那他说的是啥呀 你买的时候啊 咱们说了 如果是已到负息机 但尚未领取的利息 你要单独核算 那你卖的时候 你还用考虑它吗 不用 为啥 因为正常 你去确认 这笔利息收益的时候 它也影响投资收益 你处置的差额呢 也影响投资收益 所以 有两种核算方式啊 你先看 你看你能接受哪一种 第一种呢 就是我先把这第一季度的利息 按照前面确认利息的那种方式 我先给它确认出来 借 应收利息 一万 带呢 投资收益 一万 这不就相当于我 一个季度 核算了一次吗 对吧 这已经是影响你投资收益 一万了 然后呢 现在怎么着了 我把它给卖掉了 我取得价款了 一百一十八万 那这一百一十八万当中 我应该是包括两部分 银存 118 我相当于卖了啥 之前是买牛 带了一个小牛 是不是 那现在是不是相当于 我卖牛 我这个牛肚子里 怀了一个牛宝宝 所以我现在要把大牛和小牛 给它拆开 怎么办 我代方应该代计一个 交易性金融资产 上一个资产代表日 它的供应价值是 一百一十万 一百一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个小牛呢 叫应收利息 一万 然后呢 差额 进入到投资 收益里 多少呢 七万 所以把左侧的投资收益 和右侧的投资收益 给它捏到一起 是不是和咱们书上 八万的投资收益正好呀 所以它相当于是两笔分路 两笔分路 买牛 买牛的时候 大牛和小牛 你知道拆 现在卖牛的时候 你也得知道 把它俩拆开 OK吧 OK 但你不拆也行 直接借这个银存 一百一十八 带交易性集中资产 一百一 然后做差额 投资收益 八万 也得分 也得分 好 行 13-26 后面的答案 应该不用带 你们过一遍了吧 特别需要强调的 就是到每一个资产发表日 都要去考虑一下 它的利息确认的问题 所以我在这里面 给大家特意标黄了 标黄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